舞獅跳躍一個重心不穩 掌獅頭的人掉下來 只剩獅尾一個人站在莊上 一臉尷尬 獨角戲唱不下去 香港隊只能先退場 下一組馬來西亞的隊伍 算錯了距離踩空了 哇 其中一個人下巴撞上剛柱 直接落水 一手捂著嘴表情痛苦 七 八位救生員趕緊上前 查看他的傷勢 直接把單架拿到水中 先做初步的固定包紮 因為他不只臉受傷 腳也有挫傷 會因落水 會完成比賽 按競賽辦法規定 沿到最後一隊再出賽 我們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兩年一度的高雄戲施甲登場 五米五長的莊 樹立在三米深的游泳池內 參賽者不只要克服高度 還有水波紋產生的炫光 剛剛有錄到 所以我們要在觀察 他的腳為什麼會掉下去 你哪一個比較深 水上的 他們比較緊張 要看那個水那麼深 就很緊張 來自亞洲六個國家參賽 總共十支隊伍 世界唯一的水上莊島 這次聚集各方好手交流 爭取四十萬獎金 水上彩莊的高難度特技 只要一個閃失 就會變成落水大貓 TVBS新聞艾朝鮮高雄報導 康姐姐姐 水上排水